手指頭點點螢幕付款後把包裹放進櫃子中就完成寄貨 這是郵政推出的i郵箱 但從2006年設置以來使用率卻不到五成 其實i郵箱不只可以寄貨還可以取貨 而且24小時全年無休 不像郵局有營業時間限制 除了可以i郵箱寄到i郵箱 也可以透過它送到指定地址 而目前全台設了2408座 使用率最頻繁的就在新北新店郵局內的i郵箱 每個月平均大概有1400多件 那其實在六都的郵局 它的一個使用率跟那個技術件數都還蠻高的 那主要第一個是它的人潮比較方便 加上有一些像新店郵局 就是它附近的那個網購的賣家蠻多的 他們隨時就可以去做交際 網工時代來臨 記取貨需求越來越高 除了郵局之外 i郵箱在社區 監運站 交通方面的地方也都有設點 而跟超商電刀店比較 i郵箱主要以包裹大小來計費 超商則是統一價格 而根據統計 目前使用率最高的是在郵局內 社區以及自助洗衣店也有不少人使用 至於郵寄速度跟去郵局寄包裹一樣 大概三天內就會收到貨 不需要再趕時間到郵局寄貨 TBN新聞 吃血緣謝格料子判 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請開啟小鈴鐺 這個可以開啟小鈴鐺 如果請開啟小鈴鐺 雷下鈴鐺